大家好,我是阿欣,這是我的同事,阿銘 Hello 今集我們教大家如何在這邊自助洗車 因為我們的同事很骯髒,不外乾淨,幾個月不洗車 其實洗車有很多種的 你可以去那些比較大型的車行,但那些都比較貴 有些在商場下面都有洗車的,即是停車的地方有洗車 那些收費更貴,除非開會員 有些比較便宜一點,適合普羅大眾的就是自助洗車 這個價錢是比我們在車行或商場下面的4S點洗車便便宜很多 這個大概是多少錢,明? 這一次洗一次就大概10元差不多了 10元嗎? 是的 OK,教我們怎樣使用 我們可以在微信上搜索車海洋公眾號 支付寶或者WeChat都可以的 OK 關注它之後,註冊帳號,然後就可以往那邊充100元 然後每次過來這邊就輸入自己的號碼可以了 記下它,大家下次可以用 按下去就可以顯示預額了 你的預額很感人哦 我經常洗的嘛 洗完這次,我剛剛夠用的 這邊可以看到這些字的,泡沫、清水、灰塵 然後它有很多工具在這裡 是,這邊是吸塵的,然後那些窗就是… 在這裡,是嗎? 是,這裡寫著清水窗、泡沫窗這種的 哦,OK,OK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了,是嗎? 現在就按下這邊清水,然後就可以開始過水 它寫著清水吧 它寫著清水,其實它寫著清水 其實它寫著清水 哦,乖過水 要先關上窗 一揚… 以我們暗明哥仔這個專業的手法來看呢 因為它平時經常都是自己洗車的 多久了?多久可以洗完? 不知道,應該五、六分鐘可以洗完的吧 這麼快手? 好,我們記錄一下它洗一台車的用事 超專業 你是不是平時收工之後,part time 去洗車? 你背著我們有副業,是嗎? 不要說出來,不要說出來 Jimmy,你不會乾淨的,會不會乾淨 我們平時這邊大概洗一次車,在外面洗的話 應該是30元,最便宜的已經30元 30元 接著,如果貴一點的,要去到4、50元也有 它現在用清水就過完了 然後這個就噴泡沫 對,泡沫,然後就開始洗 真的好,有一個義工幫我洗車 其實你叫它過來,你沒問題 你是不是想騙它幫你洗車? 對 哇,幫你洗車 辛苦了,辛苦了 我們平時這個在外面洗,真的要3.50元 現在便宜了,大約便宜了3分1 3分1 10元雞洗的 對,如果你洗得快的話 不是洗得那麼仔細的話,可能它更便宜 8元 7元 我記得它之前帶我洗過一次8元 哇,真的很划算 但這種真的要專業一點 可能老司機或者熟手一點的洗就會好一點 如果是我們這些女司機的話 手不成勢,手忙腳亂 不要緊,洗多幾次就熟了 除了這裏可以洗車之外 這裏是在珠海鄉州區的趣味 除了這裏有這些洗車的地方之外 還有哪些地方有呢? 我記得很多地方 我記得好像鞏北也有 鞏北,前山那些地方都會有的 大家其實可以在我們的高德地圖上搜索 自作洗車就應該會出現那些地方 然後你就根據導航 來你最近的導航過去便可以了 來之前,即是你過到來之後 最重要是先開了一個會員 會員,充了8元進去 充了8元進去 然後這裏洗完車 那裏還會提供一些 類似於毛巾之類的東西 給你擦乾淨它 其實設備都挺專業的 很齊全,還有吸塵 30元就可以吸塵 其實這10元間又洗得挺划算的 不過自己手動 對,就累一點 我們現在在脆眉這個位置 例如當你一家人一家大小過來洗車的時候 你留下一個苦力在洗 剩下的人,見不見人那邊還有喝杯咖啡 看著他洗 是呀 道次我們現在這樣看著他洗 好,我先喝咖啡,你們先洗完 然後旁邊,我們現在這個位置是清創園 旁邊有很大的停車場 還有很多充電的 那些電車充電的 帶大家去看看他的收費標準 我相信大家對這個都很好奇 明明你先洗,我們走吧 我同時心想,打死你們了 好似我們這裏就是充電的 我們大陸這邊的滴滴和的士 它大部份都是電車來的 所以就需要很多的充電的地方 很多的停車場都會配備到的 尤其是這些科創園、清創園 你看它還有我們司機的休息室 即是你做滴滴的跑滴滴的熱舞 那些都會有休息室給你在那裏 休息之類的 現在這個,充電的 這一架就有一個朋友仔的小鵬 就在充電了 小鵬在充電了 然後它是這樣的 你這裏有個收費的標準 你單次封頂30元 如果你充電了之後 你充電完成 20分鐘內未拿車 它都要收費的 佔位費就一毫七一分鐘的 封頂20元 這個就是佔位費 然後充電的話 它就是這樣的 先充電後付費 你要充電你就直接 看一下這個 它有APP充電的 你WeChat也可以 支付寶,即是Alipay也可以 如果你是滴滴的車主 你也可以打開滴滴的車主 APP也可以 這樣充電 這個步驟就是這樣 其實都頗方便 好像我們公司的話 有一些公司車 它就是電車 然後我們每次充電其實都不貴 十多元 20元左右 20元左右 你就可以充電 然後就可以跑幾百公里 哇,它們洗完了 這麼快的嗎 然後還未有抹乾吸乾水 就可以了 洗了多少錢 現在就可以計費了 結束呢? 九元雞 九元雞? 你真是十元雞之內限制了 厲害 有限的資源裏面最快洗光 厲害,十元雞 你看,洗到 你想洗多乾淨就可以洗多乾淨 OK,完美 好,我們今集介紹大家的自助洗車 就介紹到這裡了 持續follow我們的頻道 帶你了解更多 在粵港澳大灣區生存 生活的方式 下期見,拜拜